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道目光只是冷冷的一扫对面的鸣虫 就猛然手臂一动 化为了股狂风一扎而下 机关上位真的落下 机关当中就先爆发出了刺耳的肩鸣 空中漠然一道粗大的白痕一扇而现 同时呢 一股难言的无形风压气势汹汹的一扎而下 若是先前的涅槃三阶变身 已经让寒内肉身之强 可以和一些传闻当中的强大真灵一较高低的话 那现在点燃了根源之火的汤 体内拥有的距离几乎可以说一时之间 真的是空手破天裂地了 古文巨猿 只是轻轻一棍 就将这虚空直接倒开了一条巨峰 下方明虫之母见此情形 双目一眯 竟是空中落下的距离如同无物 反而附下两条漆黑如墨的剪刀般的肢体 猛然纠叉往上一举 竟直接的迎向了晴天驱住 红地声晴天霹雳啊 一船七色光运一下子凭空暴力而开 整个海底深渊陌人一阵 一圈圈让人窒息一般的无形巨浪 一下子向四面狂举而去 但是巨猿和明虫之母的庞大的身躯 却在震动当中稳弱泰山 而当高空的光芒一脸过后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青黑色的巨棍和两只漆黑的前只 竟在高空中死死地沾到一起 三者微微地颤抖不定 但是巨棍没有办法落下 两根前只也没有办法一条而开 刚才一击竟一副不相上下的样子 哈利心中一阵骇然的喊 但是所化巨人口中却再一声怒吼过后 六臂启动 巨棍一个晃动 就幻化成了重重的棍影 从四面八方向对手狂卷而去 林中之母脸色阴沉 二话不说 身下的肢体一阵模糊 无数破空之声在身躯四周 狂卷呼啸而起 一道道肢体吸引 也一下子在附近虚空当中 一层层的若隐若见 二者竟然不动用任何法力 直接以肉身强横力量站到了一起 轰隆隆的风雷之声 一下子大起 一道道飓风在水中一冲而出 虚空更是一阵模糊晃动 密密麻麻的纤细的白痕 在震荡当中浮现而出 冲天的巨浪 更是一波接一波的 狂卷而起 在两个庞然大物的争斗之下 整个海底深渊都一副 天崩地裂般的末日般景象 砰的一声刺耳的声音 明虫之母一个疏忽 被青黑巨棍 一下子狠狠地击中了白玉般的背部 一股恐怖距离一涌之下 顿时被一砸 飞出了白鱼杖去 可是下一刻 此宠母呢 一声怒吼 身去一个模糊 竟然鲁剑般的居水而回 重新到了离巨园 仅在咫尺的地方 并且十几条锋利的躯体 一个挥动之下 密密麻麻的白色风阵 击射而出 这些风阵呢 每一片都用含了 莫大的距离在其中 外加如此近距离 突然爆发而出 纵然说天甲巨园 丝毫不至 但是也不禁手中的 跪影狂舞一阵手忙脚乱 扑扑两声 两只白玉般的拳头 竟然在锋刃的掩护当中 从虚空当中一踏而出 出其不意的 按在了金甲巨园的胸前处 同时呢 狠狠的一发烈 此间之光一闪 巨园身前的甲衣 凹进了两个大坑 身去一阵过后 竟不由自主的 向后腾空飞起 接连几个跟头过后 这才勉强的重新稳住了 而就在这片刻的功夫 鸣中之母呢 一声冷笑 背后缠一头 身躯就一下子 鬼魅般的紧踢而上 十几条漆黑的肢体 一下子就幻化成了 夺命勾连一般的 像巨园身躯各处 猛然一滑 与此同时啊 另外一条人形手臂 一探而出 也悄然的 冲巨园中间的头颅二目 狠狠一挖而去 以这名虫之母的 肉身强横的程度 若是这一连串的攻击 真的一击得手 纵然说 韩力所化巨园 拥有了莫大的神通 恐怕也会 一下子重创不轻的 但是韩力对此情形 却似乎是早有所预料的 在身躯刚一稳住的瞬间 猛然将手上的巨园 往身前一横 光芒一闪 一下子就还原成了 三座巨大的山峰 并稳稳地 挡在了身前 将巨园庞大的身躯 全都护在了后面 吱吱吱吱吱一响 鸣虫之母虚影般 前肢一滑而过 三座山峰表面 凭空就多出了 十几条深深地勾逃出来 但是重创那条人形 手臂一剑前方受阻 却一下子发出暴降 凭空地暴涨了一大截 人形手臂一个模糊过后 竟闪电般地绕过了山峰 两根手指啊 仍向巨园双目 狠狠一掐而去 尖锐的破空进风 瞬间而至 肩甲巨园显然也没有想到 冥中之母呢 还要这一手 再想躲避 却心迟了 无奈之下 只能猛然一调动 体内的法令 顿时银色 面甲骤然无数符纹 狂涌而出 同时呢 双目飞快一臂 冥中之母 两根手指 一下子尖锥般地 冻穿了巨园面上的符纹 并狠狠地戳到了 巨园的眼皮上 金甲巨园 纵然说心里边 是早已经有了准备 也只觉得眼皮上仿佛被重锤 猛然一击 两眼一黑之后 顿时无数的金星 凭空浮现了 墓中一阵难以忍耐的巨园 一下子爆发而出 但是巨园口中 却反而一下子爆发出了 欢畅的大笑之声 三座巨园 忽然一个模糊 凭空消失 而巨园紫金甲衣表面呢 忽然之间金银之光大盛 无数的银色灵纹 竟一下子从中脱落膝石而出 出其不意地 纷纷没入到 冥虫之母庞大的身躯之上 虫母为之一惊 正想有所行动的时候 皮表却突然一紧 一条粗大无比的银色的锁链 竟凭空浮显而出 将其一下子困属着 严严实实的 银色锁链 晶莹发亮 并且是若隐若现 仿佛并非真实之体 冥虫之母身躯 猛然一扭 竟然一连几下 都没有办法挣脱锁链 这是神念之链 不可能 你还修炼有炼神术这门神通 这门秘术 怎么可能流落到夏天来了呀 明虫之母目光狠狠地扫了锁链几眼 脸上首次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甚至隐隐约之间呢 还闪过了一丝恐怖的表情 这个时候 韩列所画的剧园 其实面无表情的一言不发 刘条手臂 也各自一掐发掘 靠中 却传出了低沉古老的某种咒语出来 刹那之间呢 银子的锁链咒然一泪 一下子就将明虫之母绑复得比先前更加紧了几分 纵然你会练神术 又能怎么样 以你这点神念之力 还真的能困住住本座的珍疾之七不成吗 这明虫之母啊 他毕竟不同一般之辈 听个过后就从震惊当中清醒的过来 口中一声娇翅 提表五色浮纹一涌而现 另外两颗原本紧闭的头颅突然妖目一睁而开 闪过了阴森冰冷的目光 瞬间攻复明虫之母身上一下子 就多出了另外两股极其陌生的气息 原本已经消失的法力波动 竟然又在其身开始缓缓的复苏起来了 目睹明虫之母的这般惊人的变化 韩丽所画的巨猿脸上 却闪过了一丝古怪至极的表情 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 让虫母有一些摸不了头脑的话 我原本就没指望这门神通真可以反败为胜 还要是困住你片刻的功夫 我看足够了吧 嗯 你这话什么意思 民中之母一愣啊 目光飞快的一扫 但是四周 除了远处盘坐不动的谢道人之外 哪儿还有第三个人的踪影呢 可就在这话刚一出口的瞬间 深渊上面一阵轰轰的闷雷之声传来 一团刺目艳丽的霞光一闪 一道无数电弧交织的五色雷柱 竟然气势汹汹的一批而下 哇 是天法之雷 何康老鬼 你竟然还没有死 原本还算镇定的民虫之母 一见着雷柱竟然一下子魂飞魄散大叫了起来 面孔上漫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其三颗头颅呢 猛然一摇晃 踢表忽然一层漆黑如墨的火焰滚滚冒出 他体内的一块漆黑的金河 更是一下子光明之声大作 此宠母情急之下 竟毫不犹豫的要自爆金河拼命起来 原本仅仅困受这位宠母的 银色的锁链 被那一层黑色的火焰一卷之下 竟呈现出融化之态 明虫之母眼看着就要从中脱口而出 可就在这个时候 高空中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捕色雷柱就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落了下来 一下子狠狠地劈到了 宠母庞大的身躯上 刹那之间无数的电弧交织缭绕 将明虫之母是瞬间照在了五色雷光之下 一声刺耳的尖叫 明虫之母看似无间不摧的身躯 显然在五色电光之下 寸寸碎裂而开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灰飞烟灭了 五色雷柱狂闪了几下 周人之间消失不见 竟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而已 而在水面上的高空中 那颗刚刚睁开的巨木般的五色云环 也无声地潇洒而去了 整个天空又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 仿佛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同一时间地宫中神秘石林中的石台上 那一个乌黑的圆箔中一声痛楚的闷响传来 树根连接古灯的链条 无人之间是一阵剧烈的晃动 摆放在铜柱上的唯一闪亮的古灯 顿时一阵微微闪动 灯光一下子变得更加的暗淡了起来 仿佛随时都可能彻底的熄灭一般 真是有些勉强啊 这一击就耗弃我仅存的魂念之力的九成 要是这小子没有办法帮助我 我这次可真就亏大了 不过能将那贱人彻底抹去 也算是报了当年暗算大仇 那贱人恐怕万万想不到 我还能活到现在吗 这么算来我还要多多感谢这下界的小子了 否则此求要报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 男子发出了癫狂的大笑 这笑声当中既有一些咬牙切齿 又有一些令人发寒的痛惜之意 这个时候 杭力却顾不得鸣虫之母 如此就轻易被杀的事情 索化巨猿呢 正在抱住中间头颅就地狂滚起来 口中同时发出了痛楚至极的吼声 其庞大的身躯在滚动当中 飞快缩小地收起方向 一身紫青甲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怀融成了紫青甲的鳞片 然后重新地消退而去 足足的一盏茶功夫之后 韩力重新地恢复了原型 勉强地站起身来 并有一些昏昏沉沉的 摇摇沉重无比的脑袋 刚才的变身 不但说让他真元大死 幻化的神念之炼 更是让神石之力几乎是消耗一功 如此惨烈的一战 也有好久未曾经历过了 然而现在想一想 也不禁有一丝后怕 谢兄你没事吧 韩力看了一眼 远处还闭幕盘子的 谢导人问了一句 我没事 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是今后数月之内 我没有办法再和人动手 火到这副身躯 就真的要遭受 没有办法救补的损伤了呀 谢导人睁开双目 缓缓说道 我明白了 这样吧 你先到我灵寿环中 休养一段时日 以后的一切都交给我处理 韩力理解的点了点头 也好吧 我现在并没有多少次保之力了 留在外边 的确反而是你个累赘 谢导人只是想了想 没有反对 随后 他立刻单手一掐绝 神曲淡淡荧荧光 一阵流转 竟然一下子飞快的缩小了起来 最后化为了一只巴掌大的迷你金蟹 韩力笑子一抖 一股五色霞光一卷 就将金蟹一下子射入袖中 收入到了一个精美的零售环之内 这个时候他才一回头 从远处某个方向 淡淡的说了一句 宝华道友 你也在一旁观看许久 该现身出来了吧 刚才你的秘书虽然极好元气 但也不至于真让你一丝自保之力都没有了吧 韩兄果然神念强大 远超我等这些人 不过刚才之言 却真的是误会切身了 这边看似空荡荡的虚空 搏动一起 宝发脸色异常苍白的现身而出 可刚一出现 就苦笑一声 出闻韩力说道 切身如今 的确是法力所胜无几 这引力秘书的动用 其实是一位好友赠送的某种秘符才能做到 此女虽然口中满是解释 但望向韩力的目光 却没有办法掩饰一丝震惊的神色 显然韩力和明冲之母这一战 表现出来的惊人神通 让这位远古的魔族始祖也大感悍然 自愧是远远不如 不过 他现在再次面对韩力的时候 虽然说脸上仍然显得镇定 可心里边不觉得已经有了极深的忌惮 倒也应该很清楚吧 能够击杀这只明虫之母可并不是我的功劳 而是另有人出的手 韩力摇了摇头从怀里边起出了一个药瓶 倒出了数颗翠绿玉滴的丹药 一口吞下之后 这才徐徐的说道 要不是韩道有神通惊人 竟有办法困住这头明虫之母片刻 那刑罚天雷纵然厉害 却没有办法击杀这头虫母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 这个能够操纵天雷之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但能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还有办法直接传音给你我二人 若不是这个人传音过来 你我刚才恐怕真的要逃之夭夭 韩兄对此人身份有什么想法吗 宝花带霉宇宙 神色一色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啊 但是既然能够催动那般惊人的天雷 显然肯定不是下界之人 再加上这里是上古封印之地 那个人又似乎对这头明虫之母的情形 十分的了解 如此的话 那这个人的身份应该也呼之欲出了 宝花道友 以你的聪慧 多半应该也想到此点了吧 韩历沉淹了片刻之后 忽然黑黑一笑说道 看来 韩兄和妾身所想的 真的是差不多吧 那个人多半应该是 上古时候封印这头宠母的 那两名针仙中的艺人了 否则的话 这一切可就没有办法解释得通 但是现在 这头明虫之母 似乎也不是原来的那头了 其体内的原神似乎也对仙界了解异常 难道是 另外一名仙界真心的原神 占据这宠母的身躯不成吗 宝花点了点头 又流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的问道 韩历摸了摸下巴 脸上也流露出了一丝尘音之色 就在这个时候 深渊中忽然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平和而温厚 贺人正是先前传给他们的那个人 二位小友若想知道其中原有 不妨直接到频道这里一行 那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487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